在七堵区长冯极安陪同下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特地到位在七堵区行政中心大楼地下停车场的换电站关心 因为基隆市政府推动的青年电动机车政策 新方案推动以来截至4月3号为止 全市各区已经完成了3367件申请 申请件数最多的是安乐区的655件 七堵区则是有369件 在新资费方案实施以后 七堵区的部分电动机车的申请人数已经达到369人 全市的部分在4月3号统计出来已经达到3000多人申请 因为相关的条件有所放宽的 希望20岁到45岁的青年能够永远来申请 随着登记申请青年电动机车的建数越来越多 市议员张耿辉非常关心未来是否会继续扩点增设 需要更换电池的光阳电动机车的换电站 方便骑乘电动机车民众更换电池 建数已经大量的增加 那我们也考虑到未来的整个充电站的问题 那也希望随着建数的增加 希望能够在各区能够扩充 让我们市民更方便 现在目前据我所知的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光阳跟中华 那中华的话是在家里面就可以充电的 那光阳的话是要到我们的各充电单 我们各区里面有设置的充电单去充电 当然很多也方便 现在我们既我们气功所刚才了解了一下 七土区这边行政大楼这边也有设置 也方便我们申请的市民好朋友可以来充电 七土区长冯吉安指出 只要下载光阳电动机车的APP 就可以知道换电站的位置和电力需求 而支持青年电动机车政策的张耿辉 也呼吁民国68年到93年次 符合申请电动机车资格的青年朋友们 把握机会踊跃申请 我们大家一起响应 我们县市长上任以后非常好的政策 希望能够节能减碳 然后能够真正的创造一个立城市的 一个新典范的一个城市 根据了解主办单位市政府环保局 将以四年推动五万辆电动机车为目标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现在今回会变得通过 更加集 uit 正在35 00480505050 中文字幕——YK